英国石油公司说,墨西哥湾喷油油井所泄露的石油正在流入一条近两公里长的管子 那么这条管子的作用是抽取喷油油井所泄露的石油 但是一些美国官员对有关修复工作的报告持怀疑态度 这是英国石油公司在阻止石油从一条喷油管道喷出来 所采取措施方面的第一次取得成功 4月20日,一个钻井平台发生爆炸,导致这条石油管道破裂 该管道已经将数十万升的石油喷入墨西哥湾 而新插入的管子正在将一些石油抽取到海面上的一条船上 美国内政部长萨拉萨尔和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星期天说 这项技术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并且目前还不清楚这项计划会取得怎样的成功